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特阿拉伯 任何国家都无法取代伊朗石油油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宇宙物对彭博社记者表示 沙特会兑现他们对美国做出的承诺 在美国对伊朗重启制裁后 沙特可以弥补缺失的伊朗石油供应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美国 正在敦促其盟友 将伊朗石油进口量降为令 并且新一轮针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 将于11月正式实施 但是伊朗一直在反复强调 由于石油的需求量居高不下 伊朗的石油出口量不可能降为令 伊朗还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其重启制裁 造成了石油价格的上涨 赞格内说道 石油价格的高涨 就是最有意的证明 石油市场供应短缺 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担忧 赞格内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去同于美国的施压 诸如此类的发言 对石油市场没有真正的影响 不过是被伊朗发起的心理战 特朗普与沙特国王赞格内表示 说出此类言论的任何国家 都只是想声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目前沙特阿拉伯对石油市场的供应 来源于其石油库存 而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能 上周五 又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放弃对伊朗自由行业的制裁 编辑 ZXX